這一套 我有看原作的這套東西 有些動畫是甚麼呢 我是很擅長去刻一套作品 但這套我其實不是很刻得到的 你也想刻這套東西? 刻不到這套東西 我們接著說這套 白雪機 赤髮子白雪機 其實是一套少女漫畫來的 你看到白全社三個字就是少女漫畫的保證 你還沒到保證的 通常都是的 是少女漫畫而已 這套東西其實一開始就說 早見沙直 不是重點來的嗎 我看到人是這樣的 白雪住的一個國家 丹巴倫王國 他有一頭很少見的紅色頭髮 遊戲上很經常設定的頭髮 這個世界就沒什麼 就因為這樣 他就被第一王子看中 不是丹巴倫王國的國王 不是 第一王子來的 其實王子沒見過他 他是被建議去追求這套女兒 對 他就說 因為這個王子 他覺得這個世界特別的東西和漂亮的東西 應該為我所有的 就是摩鏡的朋友 他一開始都說 摩鏡這個世界最漂亮的女兒是誰 但其實他對著我大叔說的 情報商也可能回答他這個問題 某種意義上也沒有錯 其實他好像在玩童話故事 很明顯是 開頭 對 只是開頭 我想到第一集有 然後白雪就為了逃避 成為第一王子的愛妾 就離開了自己的國家 這些邪惡的王子 不是邪惡的 苗條屬女君子好求而已 要追女人 他也知道她是苗條 他一直強調 只是他有一頭 很罕有看到的紅色頭髮 他沒有說過他的樣子是否漂亮 可能拿來做標本 不是啊 白雪咧咳了頭髮 你的頭髮而已 咳咳咳頭髮給你 要的 那我就走了 挺有消沙霸氣的 去到這個國界的時候 他就遇到一群騎士 然後這群騎士就知道了 就是他為了逃避 第一王子的魔掌 其實很划算的那個位 是有一點點小龍武送蘋果的味道 應該看到七個小龍武士才知道 不是 你看到三個 他們不矮高過他 三個高佬 接著就 阿芊 阿芊 開頭不知為何的 就咬蘋果 然後說他因為中毒 唉 真是 避過世面 野生的放在蘋果 不能吃的 還要是那個中毒的男 你要說那個男主角 那白雪就為了救阿芊 因為不想連累他 就是瓶水相逢 那所以呢 自願回去 然後跟著阿芊 就 達到 最後救了白雪 然後就達到 其實他是另一個國家的第二王子 赫乃尼滅斯王國 那個名字比他大 一個國家 達巴里 有沒有大 其實不知道 不是 你現在軍家一說出來 他一說出來 他說他是第二王子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 為何這麼害怕 原因是因為 第一王子 在蘋果下毒 毒害 即是間接地 毒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第二王子 那這個是國際口訓 他怕是有理由的 就因為這樣 而白雪就跟著阿芊 就回到他的王國生活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其實大家聽到 很平凡 很悶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跟 很想見到你那種的故事 其實是用套路的 其實你是為男女主角而招急 即是你們快點拉上天槍算鬼掃她 這樣的故事 你看這套東西 你慢慢都會感覺到這種東西 就是白雪 這個其實都是現在少女漫畫 其實挺流行的一種方式 就是什麼呢 女主角是會有自強的性質 因為他純粹不是說男主角 看到男主角就說 嘩 真面孔 嘩 男主角啊 那些 我想都是因為那個問題 即是被保護這種類型的角色 太令人討厭了 長久而來 所以近年的作品就改變成這種形態 就是像樹齡所說的 很自強模式的一種 其實你看到迪士尼都是一樣的 即是那套什麼 你以為阿芭達那些嗎 不是 什麼來的 那套什麼奇緣 什麼雪那套 冰雪奇緣 冰雪奇緣 其實都是的 說的是 那些女生是會自強的 那種童話故事那種的 其實已經不是 公子要等王子救那些勾了的了 都是要救 但是什麼呢 那個女主角是 她可以自己有能力解決一些事的 在現在的少女漫畫裡面 即是純粹是一個花瓶的角色 就是等夠 就是看一看 嘩 這條仔又對我好 這條仔又對我好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不是這類型的劇情 赤髮之白雪姬其實都是這一個 套路就是說 女主角其實是一個 很堅強的人 即是她會自己面對逆境 她怎樣去自然 這個叫阿申 阿申 阿申有關阿申 應該是大長甘 我這樣說的 她其實真的算是比較平淡 尤其是你現在看動畫 其實看到其實 她的動畫已經加了很多筆密下去了 原作的畫還跳得快 原作其實 其實我這樣說的 她現在是跟原作 她每一畫就等於一集 所以現在原作其實是去到67畫 我記得是 當然 年番啦 兩年了 當然我覺得她沒有可能做 其實你反而是說 究竟她是會原創結局 因為老實說 比較少少女漫畫 會堅持兩至三季去做 通常可能做一季就算數 因為沒有可能 因為你都替她急 唯一叫做 好一點的那一套就叫做 好想告訴你 但她現在只有兩季 跟著也沒有作慮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就說 當這些叫做 少女漫畫 拖拉 是不斷的拖拉 你拖拉 你會覺得悶 但當她成為情侶之後 你就會覺得沒有東西看 情侶是第三者 要外語 要有奸情 經敵出現了 那些就不是少女漫畫 哈哈哈哈哈哈 嚇壞 你那些是公心計 那些不是後宮 入了宫 王子 有很多後宮妃嬪 媽媽要你搶你一個 做老婆 做皇后 然後有一個 後宮的大長 武則天之 那你也嚇到 沒有話可說 你不嚇我嚇我 這次是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會感受到 很想見到你那種 你會為男女主角 心急的情節 你覺得 他們究竟何時可以在一起 是這套東西的核心 還有他們的感情 如何慢慢漸進 不會說 一見忠情 踏罪了三位力場 就搞定了 這些當然不是少女脈 這些少女脈 有些會有這樣的風格 但他們這套就是 比較 循序漸進式 他們是怎樣了解大家 然後跟著在一起的故事 當然動畫去到現在 都還未叫做正式在一起 不是這樣合理的 每一個月 不知道哪裏來的人 有誤車的皇宮 都說 我要考入皇宮做藥劑師 都說有個理由 安樂地等他努力一下 不要一次衝進皇宮那麼快 就是了 要步驟了 還有很有趣的 動畫其實是 很focus在草藥方面的一些知識 它是有列出來的 這個漫畫其實是 著墨是不多的 究竟它是不是想用 就是白雪 做這個宮廷藥劑師的故事 是做一個比較核心的主題 其實我覺得是有待去看的 慘了慘了 開始下藥了 開始 唉 你來吧 嘩 糟了 我讓你這樣搞 我又開始 唉算了 我不說了 我們去下一道